這 男人的情緒 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站在你面前 輕輕撥摸你的臉 是我生命最美的瞬間 因为你的身边 替你的心跳入眠 是我生命最美的诗篇 明月青山的温暖 在花开前许下心愿 让你住进我心里边 若我冰霜因你缠绵 让我天悄悄地蔓延 双双青年泪流远 永远也不远 深夕的刹那间片刻的永远 Zither Harp 深夕的刹那间片刻的永远 李道长 我胡某也是在其位 谋其政 今天恐怕让你不好受了 不好受的应该是胡大人吧 因为我这里根本就没有人 你要扑空了 扑空 你就等着瞧吧 好 什么意思 我再帮你红红蚊子 红蚊子 上上下下里里外外仔细搜 是 是 给我搜 是 是 刀给我仔细点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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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搜 朱大人 搜查结果如何呀 刚才咱们在三清观所约之事 李掌门 素闻武当太极剑法圣明天下 不过从未听闻掌法如何 倒想领教领教 也算我今天没白来 好 我武当学从不与认真高下为本 拼到这也是维护武当的声誉 同时也是完成我们所约之事 朱大人那就得罪了 少废话 真好 何俞 何俞 祝硏 这样 姑娘 也只不用 Vaccine 即刻带兵下山 里长文 今日若有失礼之处 还望里长文海涵 胡大人 祝大人 让你们记住武当的掌法 恕不远送 我们走 这个胡银老奸巨华 绝非等贤之辈 此地不宜久留 今天晚上我就带你二人离开五龙宫 进山去找你大师伯去 师父 师父恩重如山 弟子无意为报 是弟子无能 不能为武当分难解忧 反而差点连累师父和众师弟的性命 你也无需自责 这次搜山没那么简单 只怕抓捕疑犯是个幌子 幌子 你无需多问 日后便知 师父 也不知何时才能找到大师伯 这 卿尔 过来 这 卿尔 过来 师父 为时安排你做件事 什么事 跟我来 我住想以后还真成了武林笑柄了 朱都统不必戒怀 想当年怀音侯韩信不也收过胯下之辱吗 大丈夫能屈能伸 不要举这些小节 胡大人 你说的倒是轻松 失了一犯踪迹 你我都讨不了好 稍安勿躁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气归气 这武当山 该搜还是要继续搜下去的 胡大人 这山也围了 冠也搜了 你还让我上哪儿搜去啊 今时今日 我胡某也以诚相告 这搜不搜得到刺客 并非当务之急 笑话 不搜刺客 那我这一巴掌白挨了 这皇上屡次派兵到武当山寻访张之人 这次有亲蝶我到武当山捉拿刺客 你可知道这其中有何玄机 我的胡大人 要说话您就痛快点 我一个武夫最受不了你们这些文人说话遮遮掩掩的了 你们先下去 是 大人 明山大川 先锋道骨 再加上相网和刺客 这些对皇上来说 都没有一个人重要 谁 谁啊 谁 想想 皇上全力起兵 靖难是为了谁 为皇上 皇宫里一把大火 活不见人 死不见尸 你说 这皇上的龙位如何能坐得安稳哪 如此说来你这一掌挨得值也不值啊 废皇上就在这儿 这个我不敢说 可是这八百里武当藏龙卧虎 深不可测 咱们将心肚心 如果你是这个逃犯 难道这八百里武当不是一个很好的藏身之处吗 和胡大人相比 祝某实在是数猛寸光啊 只要你能明白我的一番良苦用心就行了 走吧 胡大人 你受伤了不成 何处此言 你衣领上的血迹从何而来啊 你衣领上的血迹从何而来啊 好一个李素希 竟敢在老子眼皮底下刷着 今晚的刺客就藏身在五龙宫 什么 他娘的这帮臭道士 害老子白挨了一巴掌 真的 起碧驸马爷 他王来老 这时候他来干什么 师弟 师兄 好久不见 师弟 你师父在吗 我找到有急事 在 在后点 请过来 好 歇息一会儿吧 师父 这茫茫苍山 您与大师伯十年不曾相见 何处去找啊 这样下去的话雪儿姑娘恐怕 来 温而入 以磨而生 以柔而用 用成似于 用磨似那 用柔似多 夫如是则可以望行 可以望博 可以望望 入道者知之 守道者知尽 用道者知威 雪儿 能知威 则会生 怎么样 能知谨 则胜知全 你师父能知 则太定安 师父 太定安 则胜知全 胜知全 则会光生 会光生 则与道为一 是明真望 为其望而不望 望无可望 无可望者 即是至道 道在天地 天地不知 道在天地 天地不知 有情无情 唯一无二 二二 师父 您刚才所念是何敬文 这是九天英元雷声谱话玉书宝经的经文 那您念的是玉书经 正是 刚才所念是智道 此经文用雷声诵念 以玉书为衡 则善善恶 死死生生皆听于酒气之真王 如果人遇到了三灾九难 持诵此经文 默念普化天尊的名号 就会诛灾解恶 若归命此经 则可以长生 师父 这人都病入膏肓了 您就念断经文就可以诛灾解难的 你有所不知 为师初入道门的时候 你大师伯给我讲的第一堂道经 就是这玉书经 与其我们去找他 不如让他来找我们更容易 我念此经文 同时让苗卿通知了各道观 今天同时念诵此经 如果你师伯听到的话 他就知道为师有求于他 雪儿 你再坚持一下 我们马上就可以见到大师伯了 师父 您跟大师伯十年都未曾蒙面了 那大师伯怎么会知道在哪找到我们呢 当年你大师伯给我讲这玉书经的时候 就是在这玉峰台上 也是师父带你们来这里的原因 大人 我大概听过那经文 是什么道在天地 天地不知 情又无情 唯一无二 后面的就不记得了 你呢 大人 我抖大的字不识一镂筐 我哪记得这些呀 好了 够了 我已经明白了 那是玉书经 什么那儿经 你不懂 我当年行走江湖的时候 曾遇一个老道 口述过玉书经 什么玉书经柳书经的 有啥了不起 不是什么书 是玉书 玉乃天地日月之精华 阴阳水火之结绣 书 书即积轴关键 乃天地之道万物之纲计 若能参透此经 就算是得道了 得道 难不成会了这些鸟经文 就能成神仙了 真是对牛谈情 咱们又不是道士 什么得道不得道的 不一样行走江湖吗 李苏西 不会平白无故地在武当山 大念玉书经 大人的意思是 我也不知 只是感觉到有点蹊跷 你马上集合队伍 咱们再上武当山 大人 早该这样了 走 师父 有人来了 师父 他怎么走了 谁呀 为师也不认识 但是要救雪儿的命 就全在他了 快 带着雪儿跟上 好 来 小心点 小心点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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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也不认识他 就这么茫茫撞撞地去 能找到大师伯吗 别说了 跟我走 来 来 师父 我回来了 你要找的人我已经带回来了 好 我知道了 你下去吧 是 师兄 是我 师弟的功夫 比以前是大为精进了 师兄过奖了 十年了 哪能一点进步没有啊 师兄 这么多年来 你就住在这儿 当然就在这里 你今天找我 所为何事呀 是想我了 还是有求于我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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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一 快拜见你大师伯 拜见大师伯 这就是你的大弟子 对对对 师伯 师父 您不是说大师伯 久不设红尘之事 可怎么 不言道 不谈禅 不计荣辱 不问兴衰 不参生死 四位道也 你我都差得远哪 师兄 还是先给雪儿姑娘制伤吧 好 对对对 大人 这是何地 回大人 这里是后沟 这里可曾搜过 应该查过 什么就应该呀 搜 搜 好 快快快 快 你们去那边 你们去那边 快 快快快快 好 还好你们来得及时 再晚来一步 这姑娘就没救了 师伯 师伯 您的意思是雪儿姑娘身上的毒可以解 世间万物相生相克 天下百毒皆有相克之法 这姑娘身中之毒自然也是有药可解的 师伯 天一带雪儿姑娘谢您救命之恩 请来讲话 先不忙谢我 徒儿 你去后沟山腰 将那里生长的酱心藤 采两株回来 是 师父 所谓毒者即是毒也 我需要用双鳞枝 六合葵和酱钦藤 熬制成八宝紫钉锦锭 中和毒素疏通它的经脉 不过当务之急就是要用返生香 助到恢复人气 返生香 是不是汉武帝时期西域岳之国敬献的香料 师弟知道此香 我只是听说过 但从没见过食物 其实这返生香 是岳之国一种特殊的树皮 用玉制的锅熬制而成的黑椒 据史书记载 汉武帝曾用此香制京城的瘟疫 传言此香可以使死后三天的人死而复生 而且香气三个月不散 此男以鹅传鹅不足为心 不过他的香味却能去除异病 对病入膏肓者尤其效果显著 其香可助人定缘神 三魂七魄不离肉身 嗯 大师父 这么点东西 真的有那么神奇啊 你不信 还大老远的来找我 不不不 弟子不是不信 就是觉得太神奇了吧 人只要元神不出窍就会有救 元神一旦出窍 就是华佗在世 也无力回天 所以那些起死回生的传言 只不过是人尚未真正死去罢了 师兄 当年医治郡州的瘟疫是否正是此乡 当年我以此乡保郡州百姓免受瘟疫之灾 后来朝廷得知便要强行争我入军营 保官兵不受瘟疫之扰 我几番推托不成 他们就要抢我这剩余的两块反生乡 还好也是我早有准备 后来我也是怕他们再来武当寻衅 干脆不辞而别 来这深山每日炼丹修道 也落得清净 师父 师伯你们快看雪儿姑娘她已经醒过来了 雪儿姑娘的性命已经无忧了 师伯 弟子替雪儿姑娘谢您救命之恩 说这话还为时尚早 师弟 你既来见我 想必不只是为了这姑娘的性命吧 你们几个去那边 剩下的跟我来 来 到那边看看 大人 小的一小孩 小童 我问你 你家住哪儿啊 在身央 带我去看看 弟子叩谢大师伯 妙手回春 雪儿姑娘已经安稳地睡下了 雪儿姑娘身负毒伤 我可替她开药驱毒 可是你师父并有新起 我该给她开个什么方子呢 师父 不好了 弟子刚去采药时 看见后面有大批冠军把后宫给包围了 后宫 是的 大事不好 师兄 咱们改日再去 好 快 直接走 大人 这家男主人患有瘟疫 混蛋 没用的东西 一点瘟疫就下成这样 老太婆 老太婆 我问你 这屋里躺的可是你儿子 儿子早死了 家里人都死光了 就剩我老太婆一个 这是我捡来的孤儿 就当是个儿子吧 她得了什么病 瘟疫 大夫说已经不行了 只等着咽气了 祝某百毒不侵 发的什么瘟我倒要瞧瞧 看见了吗 好不了了 你又拉了 再也没有衣裳给你换了 人火至此不如早死早脱上 走 大人慢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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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是多年未见的玄卿 玄卿拜见婆婆 婆婆安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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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雪儿 赶紧躺下 伤势还未痊愈 不能随便乱动啊 我已经好多了 你师父的医术果然是神奇 那种香味居然让我有醍醐灌顶的感觉 对 对了 你师父呢 我师父听说官兵来了 就急急忙忙跑到后沟去了 不行 我要去看看 你看看你 你现在身体这样 你干嘛非要去啊 再说了 他们来就是抓你的 你何必自投罗网呢 如果是因为救我 惹得武当山的百姓不得安生 再万一有人大声性命 那我朱雪儿在这里苟且偷生又有何意义 好 我答应你 带你去 不过你也得答应我 一切事情都听我的安排 好 走 啥都没苏爪 还碰着个发瘟的 真是一声晦气 倒霉啊 白来一趟 太好了 看来师父他们已经没危险了 两个小贼还不快滚出来 等到老身动手 想滚可就来不及了 好 雪儿 师父 师父 托儿不孝 没能随事左右 还望师父恕罪 雪儿 起来说话 你怎么了 如何受了伤 托儿没用 当日刺杀那个逆贼不成 反倒被锦衣为都标所杀 若不是沐昕和这位武当侠士出手相救 托儿早就命丧黄泉了 既是沐昕所大救 他没有嘱咐你吗 他曾经跟我说过 让我不要回武当山 那你为何不听沐昕之言 你知道你闯了多大的祸吗 婆婆息怒 来武当山是弟子的主意 与雪儿姑娘无关 你好大的胆子 看在你救了我徒儿一命的份上 暂且饶你小命 天一 这位是武林前辈朗婆婆 休得物理 弟子遵命 老身在此隐居多年 没有见过一个外人 今日一下子来了这么多人 武当山已成是非之地 不宜久留 有望掌门 还是送我们出山吧 这 你是三位吧 皇兄 三位 师父 他真的是已经退位的皇帝吗 原来如此 皇兄 我以为 我以为你已经不在了 没想到今生今世 还能跟你相逢 把官兵招上了武当山 你知道自己闯了多大的祸吗 师父 托儿知错 托儿该死 原一 我怎么嘱咐于你的 雪儿姑娘刚用了药 必须静养 你倒好 不禁不看守她 还带她出来 我的花 当耳旁风吗 师伯 不关天意的事 是我自己要来的 三妹 你怎么了 吃了我的药 就是我的病人 等我治好了她的伤 我再完毕归赵 大事你们自己商量 小老儿 我从来都是病人第一 少赔了 走 走 慢 师伯 我与雪儿十年奉得一局 再见面也不知何时 也许此生不会再相见了 这几天北军不会再来 就让我陪雪儿养几天伤吧 请 我送了 凤天成运 皇帝赵约 朕派尔党赴武当山已有岳鱼 仍不见刺客踪迹 公主为此事离难 命尔等一个月内把刺客归案 尔等若玩法偷安 不行用心替朕效命 令刺客逃脱 罚己尔身将不可悔 故事 臣 领旨 臣 领旨 优优独 优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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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意 你们来了 快过来雪儿 皇兄 皇兄怎么在做这样的事 今天你有福了 皇兄亲自下周给你做鱼吃 好给你补补身子 天一 你怎么能让皇上做这样的事 我没让皇上做 是皇上说自己能做的 结果他就做了 还说做得比我好 雪儿 别怪天一 我不做这个 那我做什么呢 难道 却找那害我至此的叔叔不成 可是 你别说了 咱们兄妹啊 好不容易重逢 想些开心的事情 那些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 是不是 天一 是是是 来 尝尝我这鱼汤 吃鱼了 雪儿 喝来 好香啊 来 尝尝 天一 谢谢 谢谢皇上 怎么样 雪儿 好喝吗 味道怪怪的 怪怪的 我这是野菜炖的鲤鱼 味道肯定是有点怪的 皇兄 你可真行 这鱼鳞也没刮 鱼肚也没抛 你就煮鱼汤啊 这鱼鳞好像是要刮的啊 啊 你还总说你会做 你 你都不知道要鲜花鱼鳞的 那我在皇宫的时候 都是御膳房做好的 我又没心自做过 你自己尝尝 雪儿 雪儿 你去哪儿啊 皇上 别着急啊 我去找他回来 不过我说起心里话 皇上 你这鱼汤确实挺难喝的 雪儿 天一 快回来啊 别来放我 皇上有旨 请公主用膳 皇上有旨 不要跟我开这种玩笑 我爸也听 雪儿 该吃饭了 天一 你说我们付出了那么多 值得吗 那 当然值得了 当然值得了 你想啊 以前呢 我跟王爷吃饭 现在呢 我能跟皇上吃饭 还能和公主你吃饭 你说值不值得 可是现在 王爷不是王爷 公主不是公主 皇上也已经不是皇上了 毕竟以前都是嘛 你想想啊 这可不是一般人能有的福分 我自从碰到你之后 我觉得一切都变好了 来 我们走吧 小心 大人 大人 你那茶里可有几能妙计呀 你这挨生叹气 就能抓到刺客了 天使的情 今生的缘 轻轻诉说 美丽的梦 爱上的你 有情愿意 一路同行 风风雨 风风雨 风雨 风雨 我想和你 一起飞翔 天高路远 海市方向 我想和你 看日远行光 在你身旁 我想和你 不再忧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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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笑我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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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笑我狂 举杯相约 三声轻软 逍遥漫步 在你身旁 如深山秋格 在我身旁 一曲太近 一曲太近 闻到无达 爱我和你 一起飞翔 一起飞翔 山水之间 寻醒你不下 让我和你 一起飞翔 看日圆星光 在你身旁 勇敢担当 在你身旁 勇敢担当